马上为您盘点G团体领袖峰会 本届有哪些亮点 主办国巴西宣布要推动 全球反饥饿与贫穷联盟 目的希望穷国可以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峰会上 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专题演说 分享中国的抗贫经验 18日在巴西里约现代艺术馆内的 不是来看展的艺术欣赏者 而是来自世界各国的领袖 齐聚在这参加G20峰会 卢拉在会议上宣布G20启动全球反饥饿与贫穷联盟 目前共有82个国家参与 而这项计划用意是促进重国融资 以落实家庭补助计划 学校午餐计划等政策 拜登也在会上承诺美国会提供破纪录的40亿美金 给世界银行旗下的单位提供全国所需的资金 在讲话中习主席提到了中国在主办G20杭州峰会的时候 第一次把发展议题放到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 习主席说从杭州到里约 我们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 为了呼应峰会第一天对抗饥饿与贫穷的主题 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了各国要在贸易投资 跟合作发展领域投入更多资源 才能有效减贫 而中国本身也靠着过去达成快速脱贫的成就 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展示 这是个成功的版本 欢迎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最后一场拜习会很明显的拜登的角色被淡化 反而是习近平动作频频成了全场焦点 正当各国领袖努力对抗气候 消除贫穷之际 大家内心都担忧 明年川普一旦上任 美国政府对这些议题的态度很可能大转弯 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握机会在G20场边 极力会见各国元首 企图打破中国被孤立的状态 G20领袖聚集在里约地标糖面包山下拍大合照 但仔细一看世界强权美国领袖拜登并没有在场 原来拜登和加拿大及意大利总理都太晚到场 其他人只好先拍合照 但如果注意大合照中各国领袖的站位的话 主办国巴西的领袖鲁拉 左手边的南非总统身旁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拜登即将离院之下 这次峰会的主角俨然就是习近平 巴西左翼总统鲁拉将这次G20峰会的主题 定为消弭贫穷和增加气候行动 也宣布成立全球反饥饿与贫穷联盟 将全球南方面临的问题搬上台面 我们要在贸易投资 发展合作等领域增加资源投入 做强发展机构 多一些合作桥梁 少一些小院高墙 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 过上好日子 实现现代化 而中国也借着多年来在全球南方的投资 将自己视为全球南方脱贫 以及推动气候行动的引导者 拜登在离任总统前的最后一次G20峰会演说上 鼓励着国际合作 并表示美国正在加速处使以哈之间的停火 不过在即将上任美国总统的川普 国族主义色彩浓厚 无视气候变迁影响的态度下 据团体国家能否在这些方面团结合作 充满未知数 而在场边 习近平也在努力挖角美国盟友 先后会面了英国与澳洲总理 向两国重申了中国反对保护主义的立场 而习近平与墨西哥总统宣报母会面时 则谈及了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 欢迎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中华队拼了很多的台湾球迷 也要买票飞到日本专程看球 不过是逢枫叶忘记 再加上是周末的关系 球赛一票难球 就连住宿都很难定 有球迷看好中华队一定会晋级 提前一年就先订机票 抢到便宜 我们会在这边架设一台的投影机跟电视 开阔空间可容纳约30人 东京这家台菜餐厅将在23号台日大战 开直播让无法进场看球的旅日台湾球迷 一边吃家乡美食 一边为中华队加油 有球迷也特别像驻日代表处 要了200支国旗 甚至从台湾祭道具到日本 准备为选手应援 中华队前进东京 但是东京巨蛋的门票却是一票难球 因此有在日本的台湾人 是特别包下了这样子的场地 让大家一起在这里看比赛 为中华队加油 大家觉得很想替中华队加油 但是都买不到票 因为六日的场都满了 所以我就决定说 那我来召集 加油道具我们自己会准备 就是应援毛巾啊 然后还有就是加油棒啊 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些喜欢的球员的T恤 票真的好难买 尤其中华队确定晋级后 周末赛事门票一个晚上就被抢光 就算幸运抢到门票 现在东京适逢 风夜旅游旺季 饭店变得更一床难求 有人睡胶囊旅馆一晚也要3000块台币 有人干脆两天半快闪 不过也有手脚快的球迷看好中华队会晋级 早在一年前就把机票买好 机票是去年年底就已经先买了 然后那时候特别就是狂12强的时间 然后所以门票一开门我就先买了 就是当大家都买不到票的时候 然后很庆幸一开始就买到三场的票 中华队挺进日本球赛还没开打 在东京就已经能感受到球迷热情 欢迎新闻是绿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还有这次主办国的巴西也宣布要推动全球反饥饿跟平酬联盟 让穷国可以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 习近平也对这个主题发表了特别演讲 因为拜登迟到在这次G20峰会前的领导人大合照中 不见他的身影 而在领导人相互寒暄的阶段 也少见领导人和拜登交谈 可见在这场峰会中即将离任的人 并不会是会议的主角 地址的共产国内联盟 卢拉在会议上宣布G20启动全球反饥饿与贫穷联盟 目前共有82个国家参与 而这项计划用意是促进穷国融资 以落实家庭补助计划 学校午餐计划等政策 拜登也在会上承诺美国会提供破纪录的40亿美金 给世界银行旗下的单位提供穷国所需的资金 在讲话中习主席提到了中国在主办G20杭州峰会的时候 第一次把发展议题放到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 习主席说从杭州到里约我们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 为了呼应峰会第一天对抗饥饿与贫穷的主题 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了各国要在贸易投资 跟合作发展领域投入更多资源 才能有效减评 而中国本身也靠着过去达成快速脱贫的成就 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展示这四个成功的范本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既肩负着推动各自国家发展的重任 也承担着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 而在峰会的第一天上 习近平也连接着与英国首相施凯尔 跟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会面 显示在川普上任之前 中国正在为即将迎来的风暴做好准备 还有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经济部长郭志辉又传出新的世界了 国民党团总教傅昆琪 痛批郭志辉是用儿子当人头 转让高达19亿的股票来规避财产申报 对此郭志辉就回唱说这个是不实指控 他完全是应法申报的 两人潮到下的直询台都还在潮 但是傅昆琪售出证据之后 王宏伟也质疑要说郭志辉是不是在 就算执行时间结束还是继续对骂不停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琪痛批经济部长郭志辉 在上任前一次为了规避财产申报 把自己公司19亿的股票全部转给儿子 傅昆琪秀出郭志辉的股权转让明系更是点出转移的高益公司 本来只是筹备处却突然核准变成公司 痛批根本就是找人头 郭志辉也发声明强调因为准备退休 所以早就有传承规划也如实向监察院申报 但依然被质疑他儿子股份少为何能当公司负责人 其实郭志辉对这件事情呢 他是有一些疑虑的 结果他没有做信托 他干脆把他的股权全部移转到他的儿子身上 所以某个程度 这个股权是不是只是暂时寄放在他儿子的账户上 你是不是有回避财产信托的这样的相关规定 这是一项尊重法律 守法尊法 其他的人委员所指证的事实 不是事实 董事长应该是六年前嘛 我就已经卸任 有谁讲说那个股份少就不能够当负责人呢 他只是一个这个投资公司嘛 国际会上任以来一言一行都是媒体焦点 不过到底有没有违法漏报财产 恐怕不是一句被泼脏水就能凑凑流逝 欢迎新闻宋军 叶昀娜台北采访报道 立法院从开议以来呢冲突不断 从国会改革立法事件结果 到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搁置 那最新民调显示呢有高达46.8%的民众 都认为说朝野冲突加剧 执政党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连则宏赖清德的声望呢都跌到了42.8% 是上任以来最低 那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就抨击哦 说所谓当家不闹事 民营党是天天闹事 民营党立委许致杰则强调说会在反省检讨 立法院开议以来朝野冲突不断 不是上演格斗战就是白米赛跑 可以说是三天一小炒五天一大炒 让民众看了梦摇头 而最新民调显示朝野冲突对立的责任归属 有46.8%的民众认为民进党要负最大责任 27.9%认为是在野党刻意刁难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认为 民调显示执政党在民意的战场上输了 我对民调结果感到意外 拜总统想告诉我们投票可以输 但论述不能输 从五月就职的58% 急速掉到现在的42.8% 等于掉了300万人的支持者 当家不闹事不惹事 但是民进党却不做正事 不只在民意上站不住脚 总统赖清德上任即将满半年 民调直直落 有4成3民众不赞成赖清德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 赞成人数虽然有4成2 但和上个月相比大幅下滑5.8个百分点 如果当川普对于台积电步步进逼 而你赖政府没有办法保卫住 我们这座护国神山台积电的话 我觉得赖清德的民调可能还会持续下探 除了要保护护国神山之外 国会改革视线案 赖政府人事安排 内阁表现不佳等等 都造成声量下滑 民调释出警讯 执政党不得不正式民意 欢迎讯讯的张晨宇丹全在台北报导 国军也报吹功潮吗 传出因为国军志愿役的招募承受不佳 导致国防部为了要补破网 就破天荒的开放 让原本不市府已经退伍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的市官兵 再度入营来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 对此国民党就炮轰 说这个会导致更多问题 是必大于利 不过有专家也说 这可能是没有办法中的唯一办法 建议先做好调查 不要贸然推动 站在车上连环开枪射击 陆军特战操演不敢马虎 近期台海骑士紧张 官兵业务繁重 加上制约一招募成效不张 传出为了迅速补足兵源 国防部严理自明年一月开始 开放退伍满一年以上 五年内不适服官兵再入营 在党开空国防部重量也要重植 进一步细看军方眼里的内容 除了当初不适服人员外 包括色弱身上大面积刺青 以及仅有国中学历者也放宽招揽 就有军方人士担心 当初被判定不适服一定有原因 包括违法犯纪身体健康等因素 现在又召回恐怕必大于力 这五年来不合格 有多少的可能会恢复合格 我觉得这个应该事先做调查 然后再去推动这个政策 否则你去推动 就回来的还是体位不合格 那你也不敢让他去操作危险的武器 强调不干贸人行动 不然只是在瞎忙 而虽然政策不进完美 但似乎也是没办法中的唯一办法 我们讲说这个国家能够给国军去招募的资源 能做都能做 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两岸的整个社会的氛围 基本上是不利于招募的 这是一条非常痛苦的路 但是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冰原问题必须解决 否则台湾的安全势必亮红灯 欢迎订阅凯中平台台北参谋导 民众今年的出国旅游大爆发 也带动了航空业获利大增 向台湾虎航就公布 年终奖金是12个月起跳 原理银行就透露 说航空业和金融业的年终奖金 预估都有4个月起跳 不过民众领不到高额年终奖金 也看准股市投资增加了存款项目 出国旅游热潮不减 航空公司营收创新高 也让航空业的年终奖金跟着起飞 台湾虎航宣布发放绩效奖金3个月 再加激励金2万元 预估年终奖金12个月起跳 今年金融业与半导体产业 预估也将站上年终奖金前段班 像是公股银行去年最低的年终 大概都有给到4个月起跳 航空业的部分今年也是因为业绩非常的好 营收状况很亮眼的情况之下 像有些公司去年可能已经给到了 4到5个月的年终奖金 那今年相信也不会比这个数字更差 我是军工教 所以对我是比较固定 都是2.5个月这样 年终奖金两样勤 不少民众用投资要为自己增加收入 热门ETF群艺科技高期00946 12月6号最后一次除息 预估配息0.041元 永丰低碳高期00930 11月26日最后一次除息 每股配息0.43元 我买一些股票来加自己的年终 我直接买香港那边的境外保单 对所以大概都在6% 就是台股跟陆股 我是买比较传统的跟金融股 就被动收入这样子 年贯将至 不论年终奖金给力 或是投资收益亮眼 都想让自己的存款数字更好看一点 环宇新闻 祝家松环欧阳台北报道 其上署发布了最新的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 像是青葱 韭菜 大蒜 小叶菜类 有135项农作物 它的农药残留量标准呢 规定都比国际还要宽松 那其中 番茄 绿花椰等6项蔬果 农药的残留容许量最高 放宽到原本的三倍 采买回来的新鲜蔬果 想吃之前 民众一定要记得先洗干净 因为不管是青葱 或者是花椰菜 农药残留标准都会更加放宽 十奥署最新公告 一口气修正 135项农作物农药残留量标准 像是农药阿福瓶 用于番茄 从0.15ppm调整为0.2ppm 用于甜椒 从0.07ppm调整为0.2ppm 护泰宁用于青花菜 更是从0.7ppm放宽到2ppm 农药残留容许量最高 更放宽到原本的三倍 不过这样民众吃得安心吗 不好 为什么 因为农药超标的话 人就会比较容易生病 可是他们的标准都有拿捏到 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啊 你不可能每一天都去测试啊 会影响到内分泌 很多农药甚至于是致来物 而且坦白讲真的 混合农药是目前间接近大部分的性化 那混合农药的毒性已经知道说 它有加神作用 可是加神到什么程度 不及它的影响 没有人研究过 坦白讲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像 会厂商服务不对于种 而常见的配料青葱 韭菜和大蒜也是一口气 新增三种可残留的农药类别 规定更是比国际还要宽松 我觉得国家要有国家的想法 为什么一定要国际接轨呢 已经这么久了 为什么突然间要做这个动作 参考国际的一些做法 主要是考虑各国的农作物的生长环境 并崇害防治跟用药的方法 会不一样 就算是参考国际做法 但农药残留量越高 也难免让民众人心惶惶 欢迎订阅 陈明晏 林月仁 日子亭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川普 今天在社群媒体证实 上任之后要颁布紧急状态 遣返非法移民 根据相关媒体的最新消息 川普列为优先遣返的对象 先锁定无证移民 但是因为川普作风强势 难以预测它的下一步 所以让许多想要移民的台湾人感到忧心 对此有移民公司说 民众最近询问度增加超过四成 希望赶在川普上任之前 先办妥移民手续 选前承诺实施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 获得选民支持 川普来真的 18号证实上任就之后 全国将要进入紧急状态 遣返非法移民 也让想移民的台湾人加快脚步 百分之40到百分之50的一个成长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美国大部分家庭 需要能够小孩子去那边读书 读完书之后再当你有下来的工作 那这个整体呢 都会造成了未来 在川普之前都需要能够做这样的移民的申请 放话将要动用军事资源 遣返黑户 川普收要开闸的目标 包括法院已经发下驱逐令的无证移民 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 以及无证中国一龄男子 就怕1月20号川普上任后 移民门槛也将提高 台湾民众该怎么应对 因为他也是一个商人 他也希望说能够以他的国家利益导向 所以说呢 一定会有些管道可以加速的去审理 甚至你多加一些钱 是有机会达到快速拿到绿卡的这个资格 后期知道的川普好像稍微没有像以前 感觉美国跟台湾好成这样 比较多元吧 就不会像欧洲那样 感觉就是比较排外一点嘛 因为在美国那边应该 华人圈也有一定规模了吧 即使川普将要尝试回归 还是有很多台湾人想移民美国 毕竟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薪资幽默 但也有人考虑加拿大上网高生活品质 只是相对来说移民门槛也比较高 至于日本地理位置临近台湾也很热门 还有澳洲高水症的医疗以及教育是一大要因 川普2.0重返白宫 一举一动 备受各界关注 台湾更是绷紧神经 欢迎新闻城下银行 我是宣宣台北采访报导